4月4日除了是兒童節之外 也是世界流浪動物日 路西法案源自英國 路西是一隻被黑心寵物繁殖場利用 不斷生育的種母犬 最終被繁殖場場主拋棄 台東縣政府為支持動保團體 禁止透過第三方販售寵物的做法 杜絕非法繁殖場 呼籲民眾以領養代替購買 並會在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 在台東市海濱公園 舉辦流浪犬貓的送養會 增加每一隻流浪犬貓 找到好歸宿的機會 台東縣政府在這邊 我們除了積極的推動 請各位以領養代替購買之外 我們跟全台東縣七家的合法業者 都有非常好的配合 我們都是強力的來鼓勵 我們的合法業者來做 合法的這樣子的一個育種 那我們也取締非法的業者 動物防疫所表示 去年度積查業者次數的部分共計83次 而目前收容中心共計收容有大隻犬33隻 小隻犬8隻貓1隻 受益是在收容中心協助民眾辦理犬貓結紮工作 一個月約有160隻 另外也配合台灣資新愛護動物協會到線內各鄉鎮辦理免費犬貓結紮 才預約制 流浪犬貓一旦被人家通報他會有供給行為的話 我們現在幾乎就是做絕育回制 在做那個族群控制嘛 你看房子的越來越多啦 你看現在一些流浪貓 你說叫人家去養也不可能嘛 所以說造成他你看就在外面流浪啊 有時候看了也是蠻可憐的 憲福表示目前線內有七家合法的犬貓繁殖買賣業者 另外流浪動物收容中心也全年無休開放 民眾可以天天來認領養犬貓 呼籲民眾把貓小孩當作是家人 不要隨意丟棄 拒絕購買黑心繁殖的動物 原視新聞比亞台東市採訪報導